打妄念是妄念 那提起观照 这一念是什么念呢 这一念还是妄念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要能观所观 但是呢 那你没有这样 你没有办法下手啊 你怎么修啊 你一定要提起观照啊 那么提起观照啊 跟我们平常那个 迷直那个念不一样 这个叫自念 我们平常啊 你没有提起观照叫迷念 我们念念都在迷 你提起观照啊 他会开悟啊 那是自念 到最后呢 他能观所观 也放下了 那就回归自庆了 因为这个叫自念 跟我们那个迷恋啊 作用 同样是起念没错 但是作用不一样啊 这个能帮助我们开悟啊 迷恋啊 你就开不了悟啊 就是说你念念迷啊 念念迷 那么这个妄念啊 它是相续 一个接一个 他说是独立的 叉那叉那 前念灭 后念深 那个速度最快啊 我们无法体会 那所以你要这个观 观到心 很定很静 那么 才能断那一个 最初那一念 这个无名 这个叫自念 那么这个 教下修观 禅宗啊 他观心禅法头 这个 那么静宗啊 我们就提起 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叫静念 静念还是念啊 我们继续 取心动念 继续阿弥陀 还是妄念 但是这个妄念是 属于静念 所以静念 那静念跟那个迷念啊 那又不一 作用也是不一样啊 那个一般法 我们叫自念 那观照智慧啊 提起那个念头 自念 那我们静宗呢 就是 静念 静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静开 静宗是用这个方法 用静念 所以用这个 自念跟静念啊 代替那些妄念啊 所以那个 作用不一样 那么念佛啊 你看中宫五十开始啊 念到 我能所两望 到家之所 不容在己 洁净之词 何劳挂词 你看那 那这个是方便就 比那个自念更方便 那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讲这些 你去分析啊 那知道说 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 然后我们才认识啊 原来念佛这个方法 它是最方便 按何道妙 按何道妙 不假方便啊 自得心开啊 它自然就开了 那么我们 越深入的认识啊 我们念佛的信心啊 就会越增长了 就会越恳切的念了 现在为什么 念念念念就没有了呢 因为认识还不够 还要加强啊 那所以这个 这个直直啊 这一段啊 这很直直的话呢 只是直直 现前一念啊 昏迷倒破心体 本来如此啊 就是说 一切众生 现前一念心性啊 离世继绝百非啦 离诸续论 不可分别啦 你说不上来啦 你只能用悟的 说不上来 这个一念心性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直指 很直接的指出 我们的心性 它本来就这样 那禅宗啦 这个叫下大策大悟 大概缘起 悟什么 结什么 就结这一个啦 故云一切众生 结证延结啊 所以一切众生 它本来就是延结啊 又云啊 如来成正节时啊 去见一切众生 成正节也 如来成佛的时候 看到一切众生 都是佛啊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啊 我们众生看佛 也是众生啊 那就是 迷雾啦 迷雾的关系 差别啊 如此方式 只指人性 见性成佛 这个才是啊 真正啊 直接指出人心啊 你的心性 你的心体 这个 见到你的自己 你就成佛了 有什么来疯 Turk 我听更开玩的 只需再放了 三拐